哈喽大家好,我是Mark 本期为1994系列第四期 这个杀手不太聋 李昂是个来自意大利的顶尖职业杀手 不抽烟,不喝酒,喝牛奶 喜欢戴着墨镜 抽烟的男人叫托尼,是李昂的老板 李昂又接了一个案子 这个胖子想抢莫里兹的地盘 态度强硬,软硬不吃 李昂来到胖子的酒店 非常严肃,但是态度很友好 和意大利的跑车一样 意大利的杀手,也很艺术 像个幽灵一样穿梭在胖子周围 完全不知道会从哪里出现 胖子说他只是途经这里 只在这里待一天,并不是要抢莫里兹的地盘 异常误会 李昂到超市买两瓶牛奶 回家的途中看到邻居的小女孩在抽烟 李昂说你脸上怎么回事 小女孩说,骑车不小心摔倒的 小女孩叫玛琳达 她的父亲是DAA的眼线 在面粉上动了手脚 原来百分之百的纯度 现在还回去只有百分之九十的纯度 史丹是DAA的局长 但是同时也参与贩毒 玛琳达夫妻就是贪领了史丹的毒品 史丹给她一天的时间 明天中午十二点回来 李昂的生活简单,安静,规律 喝牛奶,浇花,烫衣服 她从不在床上睡觉 每天晚上都是坐在椅子上 手边放着枪 坚持锻炼,保持状态 这就是顶尖杀手的秘诀 玛琳达的家里一片混乱 爸爸和妈妈在瞎搞 姐姐在跟着电视减肥 学校打来电话说玛琳达已经旷课两周了 如果再不来就开除了 玛琳达装作妈妈的语气说 她死了,眼含泪水 李昂空了的时候会去电影院看电影 这是她唯一的爱好 回家的时候又碰到玛琳达 玛琳达问李昂 生活是否永远艰辛 还是经济童年才如此 李昂说,总是如此 玛琳达去买东西 主动帮李昂买牛奶 时间马上到12点 史丹是个守时的人 史丹有个爱好 杀人之前还嗑药 他喜欢这暴风雨前片刻的宁静 他还被夺分 史丹冲进玛琳达家 大开杀戒 甚至没放过玛琳达撕碎的弟弟 玛琳达回来 路过家门口 看了一眼死在地上的父亲 静止走向李昂的房间 他哭着求李昂开门 李昂心里惰终了一下 最终还是善良 沾上了理智 开门让玛琳达进来 警察要来了 史丹的手下问史丹 我大夫怎么说 史丹说 告诉警察 我们这是在执行公务 玛琳达说 他不喜欢他的爸爸妈妈姐姐 李昂说 那你哭什么 玛琳达说 他们杀了我弟弟 他才四岁 他不爱哭 他只喜欢待在我身边 李昂用烤箱手套 逗玛琳达 他今天精力太多了 玛琳达发现了李昂的杀手身份 他问李昂 谁都杀吗 李昂说 一个人头五千块钱 不杀女人 不杀孩子 玛琳达说 我帮你打工 给你洗衣服 总理房间 你教我杀人 李昂拒绝了他 今天先好好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 李昂让玛琳达吃完早餐 就离开这里 玛琳达发现 李昂不识字 他要做个职业杀手 李昂说 这把枪送你 去做杀手吧 玛琳达拿着枪 对着窗外开了几枪 问李昂 怎么样 李昂只好搬家 他非常生气 但是仍然生死 李昂问玛琳达多大了 玛琳达说 18岁 李昂说 看着不像 像更小一些 玛琳达恳求李昂教他 他认真学 只修理论也行 善良的李昂妥协了 去托尼那里 拿了初学者的训练勇墙 李昂19岁来到纽约 是托尼一手培养 他不识字 钱都放在托尼那里 现在李昂来拿这个东西 托尼知道 李昂肯定有什么新变化 他告诉李昂 不要改变 懂吗 很明显 托尼是在POA里 初学者就要从这种 远距离武器开始 小刀是最高级的客丛 能够接近敌人 玛琳达的生活 比以前规律多了 洗衣做饭 帮李昂擦枪 早上一起锻炼 每天坚持喝牛奶 胃命都好了 玛琳达也在教李昂 读书写字 对于12岁的玛琳达来说 这样的生活 实在有些无聊 某天他想了一个游戏 Cosplay 演谁像谁 但是李昂一个都猜不出来 李昂演了一个牛仔 玛琳达猜了 伊斯特伍德 实际上是约翰维恩 玛琳达问李昂 你很喜欢这份植物吗 李昂说 像我 没有根 玛琳达说 你应该把它种在公园里 那样它就能落地生根了 若是想要成长得快的话 我也需要浇水 李昂单调的生活里 有了玛琳达 开始有了一些改变 李昂告诉托尼 我的钱 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 我或许可以拿来 帮助别人 托尼说 钱放在我这里最安全 银行经常被打劫 谁敢打劫我 银行还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格 我这里什么都不用 全部都记在脑子里 玛琳达说 她爱上李昂了 李昂一口盐气水波 一口牛奶拍了出来 李昂问玛琳达 你知道什么是爱 玛琳达说 我知道 在这里 我以前老是这里痛 现在不痛了 李昂说 恭喜你胃病好了 但这并不能代表什么 这次李昂出门 靠着墙 想了好一会儿 戴上墨镜 离开酒店 她能意识到 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变化 杀手有了喜欢的人 就不再哭了 玛琳达回去 拿了藏在地板下的钱 两万美金 正好这时候史丹来了 玛琳达听到史丹的办公室地址 46020 她出门坐上出租车 一直跟到史丹的办公室 DA总部 玛琳达回家看动画片 李昂回来了 她受伤了 给玛琳达买了一些礼物 一件衣服 玛琳达下楼的时候 和酒店前台说 她和李昂是恋爱人关系 酒店现在只好把他们赶走 李昂出门的时候就知道 自己没有以前哭了 脑子里现在有东西在 所以受伤也是在所难免了 玛琳达拿出钱 这是仇警 干掉史丹 但是托尼的案子来自DA 史丹等于是托尼的老板 这段生意干不了 李昂告诉玛琳达 杀了人之后 一切都不同了 一切都会改变 玛琳达说 我不管将来 我要爱或者死 这是一个12岁孩子 最真实的想法 玛琳达拿了一把左轮手枪 上半子弹告诉李昂 玩个游戏 我要是赢了 你一生都要陪着我 要是输了 你还是多来多 和以前一样 玛琳达问李昂 我死了 你会怎么样 李昂说 若无其事 玛琳达哭着说 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 爱我的话 几分钟后 你会后悔 你一直没有说出 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爱你李昂 玛琳达准备扣下半截 玛琳达赢了 李昂的善良 再次打败了李智 再次来到托尼这里 李昂说 我受伤了 需要一个帮手 她虽然小 但是小孩需要培养 不是吗 就这样 玛琳达开始了重视课程 李昂用口香糖堵住猫眼 玛琳达敲开门 李昂剪断防盗链 训练的这段时间 日子变得灿烂又美好 李昂认真贴心地教导她 就像对那份兰花一样 案子一个接一个 直到某天来到一个门前 这次是个狠角色 李昂听到里面 子弹上膛的声音 告诉玛琳达 像这种情况一定要速战速决 像这样 李昂告诉托尼 如果哪天我出事了 把我的钱 给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小女孩 她叫玛琳达 托尼答应了李昂 李昂这次的案子比较棘手 她要单独去 也想静一静 李昂告诉玛琳达 自从遇见你 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需要时间成长 玛琳达说 我早就成熟了 李昂说 我年纪大了 我需要时间变得更成熟 李昂不在的时间里 玛琳达又抽起了烟 每天照旧把牛奶买好 准时教话 看电视 闲下来就会扶思乱想 玛琳达来到D.A.A. 她准备自己干掉石丹 很遗憾 从玛琳达进来的时候 石丹就注意到她 就在石丹准备结束玛琳达的时候 手下告诉石丹 麦基死了 麦基是石丹贩毒的执行人 被一个意大利杀手干掉 麦基死之前告诉杀手 她是警察 但是杀手说 不杀女人 不杀孩子 你是警察 不在原则里面 玛琳达被带到石丹的办公室 手下在问话 李昂回到家 看了玛琳达的戏 很快来到D.A.A. 从大门进来 文文荡荡 规规矩矩 带走了玛琳达 回到家中 玛琳达想把自己的第一次给李昂 李昂给她讲了一个故事 关于自己 她在意大利的时候交往的女友 是个出身高贵的家庭 她的爸爸不准女友见李昂 但是女友仍旧偷偷见李昂 她的父亲非常生气 后来女友被她父亲一枪结束了生命 她的父亲只在监狱待了两年就出来了 说那是个意外 李昂带着狙击枪 在一个平淡的日子 来到女友家附近 她的父亲也遭到了意外 玛琳达说 今天你睡床上吧 李昂拘谨地躺下 她一直是在椅子上休息 史丹找到了托尼 她要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想见那个意大利杀手移民 第二天玛琳达告诉李昂 昨晚睡觉听到你打呼啰了 像个婴儿 玛琳达出去买早餐 李昂说 别忘了敲门暗号 两下一下 再两下 李昂躺在床上 放松地躺在床上 她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玛琳达回家的时候 史丹的人埋伏在这里 问玛琳达敲门暗号是什么 玛琳达告诉她 先三下 再两下 再一下 李昂听出不对 原来是客人 进来坐坐 已经牺牲了一个小队 史丹告诉手下 把所有人都叫来 所有人 全副武装来了两百人 李昂受伤了 劫持了一个警察 换回了玛琳达 火力越来越猛 不管是意大利跑车 还是意大利杀手 性能都这么强 火力不断升级 窗外满是狙击手 李昂用斧头劈开排风扇 那就是排风口 通往一楼 那么兰花和玛琳达放下去 玛琳达知道 这么小的距离 李昂肯定走不掉 她不愿意走 李昂安慰她 我是专业的 相信我 在这个紧急时刻 李昂对玛琳达 吐露了心声 我有很多钱在托尼那里 晚点我们拿了钱 一起离开这里 玛琳达知道 这是安慰的话 外面的重型武器 已经上了堂 准备直接炸掉整个房间 李昂继续安慰玛琳达 你不会失去我 你不会失去我 你让我体会着 人生的乐趣 我很快乐 你也想睡到床上了 我有根了 你不会再次孤独的 一个小时之后 托尼那里见 我爱你 玛琳达 房间直接被炸毁 李昂穿着一个警察的衣服 带着仿佛面罩 被送到了一楼 玛琳达顺利来到一楼 带着兰花离开这里 当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的时候 史丹在一楼看到了李昂 史丹清空了一楼所有人 李昂摘下仿佛面罩 准备离开大楼 后面是黑暗 前面是光明 最终李昂止步在光明之前 终归没能走到光明的出口 李昂最后时刻 给史丹留了一个礼物 告诉史丹 这是玛琳达给你的 史丹打开手 一个手楼弹的拉手 李昂做了所有 他能够为玛琳达做的事情 亲戚所有来爱他 玛琳达来到托尼这里 托尼的脸上挂着伤 他告诉玛琳达 李昂死了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玛琳达一个人 抱着那盆兰花 孤独地走在这 拥挤又空旷的街头 玛琳达回到了学校 把兰花种下 他说 我们会在这里好好生活的 这诺大的世界 嘈杂的人群 拥挤的街道 玛琳达再次回到了孤独 围霸 我要爱或者死 这么极端的表达方式 很明显 这部电影是关于 两个小孩的故事 一个小女孩 一个小男孩 在他们心里 他们都是12岁 他们都感到失落 而深爱着彼此 他们的心里 都有创伤 都缺乏安全感 都没有根 所以李扬才会那么喜欢那盆兰花 那盆兰花也没有根 随着李扬四处漂泊 所以他们都渴望温暖 渴望爱 想要有根 想要睡在床上 想要有牵挂 想要正常的生活 我们好像越是缺什么 心里就越是渴望什么 在温暖正常的家庭中 长大的孩子 心里总有个摇滚梦 流浪梦 嬉皮士梦 目想着有一天去远方 带一百吉他 或一条狗 去到世界的尽头 宇宙的边界 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童年不幸的孩子 心里的渴望 则完全相反 他们想要温暖 想要爱 想要关心和被关心 想要有牵挂 想要有羁绊 过去都是假的 回忆没有归路 春天总是一去不返 最连最疯狂执着的爱情 也终将过瘾灭 这是马尔克斯百年 孤独里的一句话 过去和未来都是假 过去是一道 永远没有办法 被重名的重名体 你所看到的一切过去 和你的一切回忆 你的观察都是基于现在 未来也一样 你甚至没有方式 证明未来的存在 所以只有现在是真的 只有此时此刻是真的 只有眼前人是真的 希望大家都能活在当下 珍惜现在 存在本没有什么狗屁意义 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 我不关心美国明年 会不会出动伊拉克 我只关心今天晚上 是吃饺子还是吃面条 我是Mark 各位再会